由中餐通讯主办的第七届中餐百家颁奖典礼 于2011年1月8日至10日在旧金山隆重举行 今年由全美4万5千家中餐馆评选而出的 中餐百家全优名店 由Yang Ming Restaurant、Yang Sing Ming's Chinese Restaurant等餐厅荣应前10名 获奖的餐馆负责人通过红地毯仪式 接受大会的颁奖 全球中餐厅业界精英连续三天齐聚 凯悦旧金山机场饭店出席本次全球中餐届盛会 1月8日上午 质贸集团总裁Kong Yu、民主甄文达、美食节目主持人林慧仪等 中餐届名人出席了颁奖典礼的剪彩仪式 1月9日经过精心筹备的全球中餐百人会 也借此次大会正式成立 中餐通讯发行人Kong Yu对此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中餐通讯有17年的历史 它是美国最专业 也是唯一的一个餐饮行业杂志 所以非常希望说能给餐饮业带来一个平台 帮助大家提升 那中餐百家呢 实际上是开了第七年 那这个七年来呢 有不断转大 从原先的九十几位到现在 一千多个餐馆老板来参加 希望参加的人呢 就上chinesmenu.com 或者说那个中餐通讯的网站 就去登记注册 或者打个电话 18887278881 此外 名厨曾文达 美食专家林慧宜 在大会中领衔顶尖的厨师 主持公开厨艺秀 为各地来宾助兴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在1月10日的颁奖典礼上 中餐百家组委会 还特别为被誉为中餐革命家的 江孙云女士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以表彰她为美国中餐发展 做出卓越的贡献 今年百家颁奖典礼的主题为 美国中餐发展前景 继150年历史回顾 与此同时 厨艺秀 石雕展 研讨会 以及寻味三番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为大会增添了许多的亮点 中餐百家评选活动 从2004年开始举办 从此该活动就成为 中餐业界精英 名厨新秀 齐聚美国的年度盛世 得到了美国同行和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 推动了整个北美中餐行业的发展 并被业内公认为 极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世 世界电视记者 旧金山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世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世